回到電視早餐現場 我們來看看這是我的母校輔仁大學 不過最近她要改名字了 欸我也是昨天才聽說了 她要改成什麼呢 改成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我沒有再繞口令 這真的是輔大的新校名 很多學生都說怎麼這麼麻煩 這麼多語以後寫起來很累耶 不過學校方面就解釋說 這只有在公文啊 或是學生證啊 或是畢業證書等等 正式的地方呢 才會用這個很長的名字 平常的日常生活 大家還是叫她輔大啦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你沒聽錯這一串超長的校名 就是輔仁大學的新校名 學生念完完整校名 幾乎就要花上五秒 感覺超級繞口 還蠻多語的 由於輔大董事會更名 改成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 連帶輔仁大學也跟著改名 新校名是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一共14個字 而且還重複了兩次輔仁大學 讓許多學生感到相當奇怪 我覺得因為改了人之後 就變成一個主要是財團法人 那大家首先看到的是財團這兩次 那輔仁大原本有的特色 天主教變成不見了 雖然有學生反對更名 但也有學生發表了不一樣的看法 我非常贊成學校改名字 怎麼說 因為我是認同這個學校 並不是認同它這個名字 如果是對外的公文 正式的公文或者是簽約 一定是要用這14個很長的這個正式的名稱 校方強調未來正式公文學生證和畢業證書的會用漏漏等的新校名 但平常還是會用輔大或天主教輔仁大學來稱呼 對學生日常生活並不會造成太大影響 而且英文校名也照舊 但學生對學校改名反應兩極化 不少學生已經在網路上串聯抗議 學校表示將會再和學生溝通達成雙贏局面 中天新聞范基文胡衛廷台北採訪報導